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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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七伙 大家我是大师 七八天了 我后边这个兔棚终于没搞定了 最后一步就是这个兔窝了 这个东西一弄好 这个兔子就可以肆无激难地繁殖 你想想 我这个四十瓶的棚子 跑满兔子 那个感觉多过瘾 这个麻椒兔 手撕兔 剁椒兔 豆豉兔 还有各种风味兔头 所以为了清除今天这个节点 咱们今天吃得好的 今日美食 二十四年的第一顿龙虾 第一顿嘛 小吃一下 买了五斤 龙虾做了一起来也是相当简单 就这样先随便给刷一刷 然后再揪住中间的尾巴 就这么一拧 一揪 切花 然后洗好的龙虾直接下锅炸 高温之下 众生平等 烧龙虾也简单 这个是主要的料 葱姜 蒜 火锅底料 杜白酱 这个是干辣椒和花椒 这个是咱本地的辣椒房 磕得劲的 葱姜 蒜 料 干辣椒 花椒 黄酒 葱姜 下龙虾 火两下 然后就是老抽生抽和油 食盐 大火焖盖 做到吃饭 拍饭咯 二十四年 第一顿小龙虾出锅了 这也同样印证着夏季火爆的美食即将开始了 冰魂汤汁 小龙虾 麻油 小说一口 哎呀 就是这个味 这个感觉就是夏天的味道 肉质Q弹 一拉就出来了 新鲜的小龙虾 大家买龙虾呢 就买这个青虾 肉多 红虾看着个儿大 肉香比较小 哎呀 感觉这样吃不过瘾 第一顿小龙虾怎么也得来顿过瘾 下面呢把它全部都给包开 虾仁包出来 虾头呢可以吸一下 虾仁 虾壳 虾汤 虾汤 二十多分钟全部分离 在脸上一斤凉面 往里面这么一拌 这里老过瘾了 吃之前先把花椒给剪出来 不能让它阻挡我吃饭的速度 我是受不了花椒在口中爆开的感觉 好了 面条交叉 这么多的虾仁 还有北地的辣椒王 灵魂香菜再点缀 这一口看着都怪 哇 辣椒夏日面条 哇 来个蒜点一下 这儿是放着夏天的大排档 绝对是最亮的仔 这个辣椒如果和龙虾一块 从油锅里炸一下的话 肯定会更过敌 这个夏天炸白炸 一定要老板搞一下 吃不到就在家做 多简单 你不尝尝吗 老过瘾了给你 我做过最过瘾的一次龙虾面 别怕吃虾 面条更过瘾 西汤这样 有点不错吧 嗯 虾确实不错 还说不吃了 还说不吃了 做好足够 想的 好 好小善 对 好 好 好